大家好,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 我是易彩,和你一起了解生活 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 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 女人到了中年 别用这些廉价货否则拉低你的气质 希望你喜欢,订阅支持 长久以来 中国人普遍认为勤俭持家是优秀女人的典范 这一观念促使许多女人将节俭视为生活常态 对装扮自己持保守态度 认为护肤品与衣服不必奢华 使用即可 然而,这种生活方式会对女人造成深远的不良影响 穿着廉价衣服往往让人显得不够档次 整体气质大打折扣 同时,市面上很多廉价的东西 其质量难以保证 长期使用极易对皮肤造成损害 加速衰老过程 使肌肤失去光泽 显得暗淡无光 实际上 女人只需在四个方面不使用廉价产品 便能有效维护自身气质与形象 保持青春活力 即便步入中年 也能远离老态 焕发迷人光彩 一 衣服 俗话说,衣如其人 一个人的穿着打扮直接影响着其外在形象 优质的衣服 不仅能够巧妙地修饰身形 还能巧妙地掩盖某些不足 使整体形象更显气质 同时,高品质的衣服还能带来更为舒适的穿着体验 因此,在选购时尽量不要选择廉价的衣服 一,穿廉价衣服,没有气质 随着岁月的流逝 中年女人的韵味与风姿意会悄然蜕变 那些过于繁复、稚嫩或是紧绷的装扮 已然难以匹配她们此时的从容与成熟 相反 简约而不失格调 大气且舒适的服装 更能彰显中年女人独有的优雅与自信 市面上,不少廉价衣服常以花哨设计 刺眼色彩或夸张版型为噱头 然而,这些元素往往与中年女人的气质背道而驰 相反,选择那些面料上层、设计经典的衣服 则能更好地衬托出它们的韵味与风采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若不慎穿上印有繁复图案的长裙 再配以廉价的纱织材料 整体造型往往显得廉价而老气 这样的装扮不仅无法展现个人品味 反而给人留下不会打扮没有品味的印象 二,穿廉价的衣服显老十岁 穿有质感的衣服更显年轻 年纪大了之后 我们的皮肤状态会逐渐变差 穿一些廉价的衣服可能会加强衰老的痕迹 对皮肤和气色的衬托效果很差 然而,如果我们能够转变观念 将注意力转向那些具有高级质感的衣服上 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一件面料柔软,触感细腻,做工精细的衣服 就像是为我们的身体量身定做的艺术品 它能够巧妙地修饰我们的身形 让曲线更加流畅,让体态更加优雅 同时,这样的衣服还能够有效提升我们的整体气质 让我们在举手投足间都散发出一种从容不迫 自信满满的风采 更重要的是,高级质感的衣服往往在设计上也更加考究 它们不仅注重实用性和舒适度 更追求时尚感和个性表达 一件设计独特时髦前卫的衣服 能够瞬间点亮我们的穿搭 让我们在人群中脱颖而出 展现出与众不同的高品味和审美眼光 这样的穿搭不仅能够让我们自己感到自信和满足 更能够赢得他人的尊重和赞赏 三,穿廉价的衣服显胖时筋 高品质衣服更显瘦 中年女人会面临体重管理的挑战 而恰当的穿衣搭配同样对塑造身材至关重要 廉价的衣服往往因版型不佳,剪裁不精细 可能反而加剧身材的臃肿感 相反,高品质的衣服以其精细的工艺和注重细节的设计 能有效修饰身形 使我们显得更加修长与时尚 若你发现普通廉价衣服无法衬托你的独特魅力 那么投资于几件高质感时髦的衣服单品 无疑会成为你衣橱中的亮点 让你在任何场合下都能自信满满 网络上涌现了众多指导化妆的教程 包括图片和视频 它们激发了无数爱美女人的护肤与装扮热情 有的人因此蜕变,成为众人眼中的女神 然而也有不少人盲目跟风 不慎选用了质量低劣的化妆品 最终美容变成了毁容的悲剧 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 化妆已成为许多女人出门前的必备环节 市场上化妆品琳琅满目 但频繁使用劣质化妆品会给皮肤健康带来严重损害 一、劣质化妆品危害大 劣质化妆品中的有害物质很多 一是酒精 酒精在美容护肤领域存在两大显著弊端 这些缺陷限制了其在大范围及长期应用中的可行性 一是高度的挥发性 酒精在蒸发过程中会悄无声息地剥夺皮肤表层的水分 进而引发肌肤干燥现象 二是强大的分解能力 它虽能有效清除面部油脂 但同时也无情地破坏了皮肤自然形成的水质膜 导致皮肤变得既脆弱又敏感 甚至促使角质蛋白发生异常变化 因此 在干燥的季节里 我们尤其需要谨慎选择并控制使用含有酒精成分的护肤品 二是拱及其化合物 这些物质在化妆品成分中是被严格禁止的 然而一些不正规的小型化妆品生产商为了追求美白 增白或屈斑的效果 仍然非法地将它们添加到产品中 长期接触这类产品 拱及其化合物将穿透皮肤的天然屏障 侵入身体的各个器官和组织 对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三是果酸 这种成分主要通过其酸性特性 来促进皮肤角质的剥落 从而实现快速的美白和去角质效果 然而 这种显著的效果往往伴随着潜在的风险 长期使用会使皮肤变得异常薄弱和敏感 有时甚至可以清晰地看到皮肤下的毛细血管 此外 果酸还具有很强的感光性 如果在早晨使用 皮肤很容易受到紫外线的伤害而变黑 四是升级其化合物 这些物质被广泛认为是潜在的致癌因子 长期使用含有高浓度深的化妆品可能导致皮炎 色素沉积等皮肤问题 并在极端情况下会诱发皮肤癌 深中毒的症状还包括末梢神经炎症 如四肢疼痛 行走困难 肌肉萎缩 头发便脆异脱落以及皮肤色素的高度沉着 五是格及其化合物 虽然金属格本身的毒性相对较低 但其化合物却具有极高的毒性 特别是格的氧化物 在化妆品中 格可能作为新化合物的杂质存在 但其含量受到严格限制 格及其化合物主要对心脏、肝脏、肾脏、肾脏、骨隔肌及骨组织造成损害 还可能引发高血压、心脏扩张、肺癌等严重健康问题 二、劣质化妆品会带来皮肤病 接触性皮炎是一种皮肤炎症 通常发生在接触化妆品后的部位或其周围 尤其常见于面部和颈部 占化妆品引发皮肤病的约八成 挫疮则是由于化妆品使用而在相应部位出现的类似挫疮的损害 表现形式多样 包括黑头和白头粉刺、秋枕、浓泡等 毛发损伤则是使用发用化妆品后 毛发会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如干枯、松脆、断裂、分叉、变形、变色甚至脱落 色素异常性皮肤病则是由化妆品接触后引起的皮肤局部色素变化 具体表现为色素的增多或减少 激素依赖性皮炎则是因为化妆品中添加了激素 短时间内能让皮肤显得白净光滑 但长期使用后皮肤会对这些激素产生依赖 进而形成的一种皮炎 3. 挑选护肤品的方法 先检查颜色以挑选护肤品 细心观察护肤品颜色是否发生变化 细菌在增殖过程中会分泌色素 导致原本清淡的色泽变为黄鹤或暗沉 一旦发现颜色异常应提高警惕 再闻气味 留意护肤品会不会散发出异常或难闻的气味 细菌在繁殖时会进行发酵作用 分解化妆品中的有机成分 从而产生酸味或其他不愉快的气味 而非原有的清新芬芳 接着观察稠度变化 检查护肤品是否变得稀薄或有水分吸出 细菌内含有的特定酶能分解化妆品中的蛋白质和脂类 破坏其乳化结构 导致水分从中吸出 此外即使化妆品处于无菌状态 若长期暴露在极端温度环境下 也会出现有水分离现象 最后观察表面状况 仔细检查护肤品表面是否有五彩斑斓的霉斑出现 霉菌在特定温湿度条件下易于滋生 对化妆品造成污染 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化妆品时 应以自身肤质和需求为基准 并非价格越高就一定越好 为防止皮肤过敏 建议在使用新化妆品前 先在手腕或手背等不显眼部位进行小范围试用 3. 鞋子 尽管鞋子位于脚底 看似微不足道 但它们实则是展现个人生活品质与品味的关键部分 女人常需驾驭高跟鞋 然而 那些价格低廉的款式 不仅给双脚带来不必要的负担 更在视觉上透露出其粗质烂造的本质 难以彰显应有的优雅美感 随着年岁的增长 女人在着装打扮上愈发追求舒适感 而廉价的鞋子显然无法满足这一需求 在鞋子上过分节俭 非但不能彰显个人格调 反而是一种得不偿失的投资 既损失了舒适度又降低了整体形象 中年女人要远离这三种鞋 一 彩色拼接运动老爹鞋 老爹鞋 凭借其独特的复古圆润鞋型和厚实柔软的鞋底设计 成功吸引了众多时尚爱好者的目光 然而 随着老爹鞋的流行热度持续高涨 商家们纷纷寻求创新 通过在鞋面融入大量的拼接与撞色元素 为传统老爹鞋注入新意 但这种设计手法 却也无形中增加了鞋子的重量感 使得穿着者的视觉重心下移 难免给人一种闲矮拖沓的印象 当然 对于身高有优势的朋友来说 不用担心鲜矮的问题 但值得注意的是 彩色拼接的老爹鞋若色彩分配不当 或色彩间缺乏和谐 极易产生吐气感 从而影响到整体着装的品质与格调 因此 在选择此类老爹鞋时 还需谨慎考虑色彩的搭配与鞋条 二 夹脚凉鞋 近年来 夹脚凉鞋风靡网络 其简约设计让双脚享受极致的舒适与清凉 这一设计理念备受推崇 然而 尽管它在视觉上颇具吸引力 实际穿着体验却不尽如人意 由于受力点过于靠前且受力面积有限 穿着者在行走时需频繁使用脚尖发力 容易导致脚趾滑动 造成尴尬 此外 为保持鞋型支撑力 夹脚部分的材质往往较为坚硬 穿着时会感到乐角或不适 因此 作为服务于我们的鞋子 我们更应选择那些既时尚又舒适的款式 特别是对于中年女人而言 市场上不乏更合适的鞋型可供选择 无需在不实用的夹脚凉鞋上浪费精力 三 遮挡脚踝的罗马细带凉鞋 罗马风格的继带凉鞋 尽管在夏日鞋旅界占据一席之地 却并不是以中年女人轻易涉足 其繁复交错的细带设计 在脚背 脚踝至小腿间之就一幅割裂的图案 无形中打断了腿部线条的自然延伸 使得追求显高显瘦的理想化为泡影 中年女人尤为重视的舒适度 罗马良鞋的绑带特色 虽意在展现脚踝至小腿间的曼妙曲线 但若腿部线条不够修长 这些绑带便可能如同枷锁般紧紧束缚 带来难以言喻的紧绷与不适 因此 面对这类鞋子 即便其外观再如何吸引人 若无法兼顾舒适体验 亦应果断必知 四十五十岁的中年女人 更适合穿这三双鞋子 一 帆布鞋 我钟爱老爹鞋那柔软厚实的脚感 与随性不羁的风格 但同时又对其厚重的外观有所顾虑 于是 我寻觅到了一个解决方案 将老爹鞋替换为帆布鞋 帆布鞋不仅继承了老爹鞋的诸多优点 更以其轻盈的材质和多彩的设计 展现出一种高雅而时尚的气息 在搭配方面 帆布鞋同样能够展现出多样的风格 比如 你可以选择一条黑白碎花裙 搭配一件水洗蓝色的牛仔外套 它以休闲的风格与碎花裙形成对比 既保留了甜美的元素 又增添了几分洒脱与不羁 而脚上的棕色帆布鞋 则与牛仔外套遥相呼应 为整体造型增添了一抹亮色 使得整个搭配既和谐又富有层次感 这样的搭配既展现了甜美与浪漫的情怀 又不失休闲与时尚的气息 碎花裙的柔美与牛仔外套的硬朗 帆布鞋的轻盈与整体造型的厚重 在相互碰撞中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引领着时髦的潮流让人眼前一亮 二、一字带凉鞋 优雅女人总对凉鞋情有独钟 尤其是一字带凉鞋 相较于夹角凉鞋的繁琐与挑剔 它更显得简约而迷人 在选择一字带凉鞋时 细节设计至关重要 纤细的带子不仅彰显出 精致与纤细的脚步线条 无论是搭配裙装还是裤装 都能轻松展现出女人独有的优雅与妩媚 别忘了为这小巧的装饰 添上一抹亮丽的甲油 让每一步都成为焦点 对于脚步较为丰满 或存在拇指外翻问题的女人 将细带更换为粗带 则是一个巧妙的选择 能够有效平衡视觉效果 避免尴尬 一字带凉鞋 作为女人魅力的象征 其搭配也需精心考量 它并不适合过于休闲 或中性的装扮 否则可能显得格格不入 相反 它更倾向于与淑女风格的单品相得益彰 想象一下 一款均绿色的长款连衣裙 虽无繁复装饰 却以简约大气的剪裁和独特的收腰设计 在光影交错间勾勒出成熟女人的知性优雅 此时 一双裸色一字带凉鞋悄然登场 其色彩与肤色巧妙融合 不仅拉长身形 更显纤细高挑 尽管一字带凉鞋看似低调 但在展现女人温婉韵味时 却总能精准拿捏 不失分毫 三 复古罗马编织凉鞋 尽管复古罗马编织凉鞋的名字中 蕴含了罗马二字 但其鞋型却摒弃了传统的绑带设计 转而采用简约的纯色风格 搭配上手工艺编织般的柔软触感 让每一步都洋溢着轻松与自在 这款凉鞋对脚型的适应性极佳 尤其适合那些拥有宽脚或肥脚的女人 为她们带来无与伦比的舒适体验 在选择罗马凉鞋时 颜色的搭配应根据不同的场合进行精心挑选 在正式的工作环境中 沉稳的黑色罗马凉鞋无疑是最佳选择 它能与中性风格的装扮相得益彰 既展现出干练洒脱的一面 又不失休闲随性的韵味 这款凉鞋看似随意 实则蕴含着沉稳与大气 而当你处于休闲放松的状态时 黑色凉鞋会显得有些沉闷 此时一双白色罗马凉鞋 便能成为你时尚造型的点睛之笔 全身白色的穿搭搭配白色罗马凉鞋 将带给你一场清新脱俗的视觉盛宴 让周围的人都能感受到你散发出的愉悦与轻松 4.包包 对于中年女人而言 如何在包包的选择上展现个人独特品味 关键在于不要买廉价包 即便经济条件有限 无法触及高端奢侈品牌 也切莫因贪小便宜而草率选购 包包作为彰显气质的点睛之笔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务必慎重对待 一个恰当的包包 就像时尚界的精致徽章 能够瞬间提升主人的格调与魅力 相反 一个不搭调的包包 会让整体造型黯然失色 甚至给人留下俗气的印象 因此 对于每一位追求时尚风尚的女人而言 精心挑选一款适合自己的包 非常重要 一 背材质廉价的包包 气质也被拉低一大截 首先 不要选用材质低劣的手带 此类材质不仅易于损坏 更会散发出一种廉价的气息 无形中削弱了个人的整体气质 反之 选用上层材质的手带 不仅能带来愉悦的触感 与持久的耐用性 更能显著提升整体的时尚品味 以帆布包与真皮手提包为例 两者之间的品质差异显而易见 真皮手提包以起高贵典雅的质感 更好地彰显个人品味与气质 尤其是在出席重要场合时 更能为您增添几分自信与风采 二 杯款式老气的廉价包 时髦度几乎为零 杯款式老气的廉价包也是一个禁忌 此类老年风手带往往缺乏独特的设计 在熙熙攘攘的菜式或批发市场中 不难发现其极高的撞款率 几乎成为老年人的标配 此等老旧的款式不仅过时 还不时尚 相反 一款紧跟潮流设计新颖的手带 则能在人群中独领风骚 彰显佩戴者的年轻活力与时尚态度 因此 在选购手带时 不要贪图便宜而光顾批发市场 而应精心挑选那些兼具设计感与品质感的包包 三 杯款式花哨的廉价包 破坏穿搭的高级感 那些设计繁复且价格低廉的包包 同样会削弱整体穿搭的高级质感 部分中年女人偏爱繁复华丽的设计 连包包也要选择带有花朵图案的 然而 这种过于花哨的款式往往令人目不暇接 难以与整体造型和谐统一 从搭配的实际效果和美观度出发 纯色包包相较于那些带有老旧印花或刺绣的包包 更能彰显个人气质 它们在日常搭配中更加得心应手 能够轻松融入各种场合 展现出简约而不失格调的风采 四 认真挑选属于你的包包 要关注这些点 一是注意材质的选择 其中真皮无疑是上乘之选 在选购包包的过程中 材质如同其灵魂 决定了包包的品质与格调 正所谓良居配金安 优质的包包必然依托于卓越的材质 真皮以其细腻的触感 高雅的质感 以及卓越的耐用性 在众多材质中脱颖而出 成为众多时尚人士的心头好 选择真皮包包 即是选择了一种极品质与品味于一身的生活方式 其次 细节之处见真章 包包的品质往往体现在那些不为人注意的细微之处 真脚的细腻程度是衡量包包工艺水平的重要标尺 一款精致的包包 其真脚必然细密而均匀 线条流畅而自然 毫无多余之笔或瑕疵之处 这样的设计不仅让包包在外观上更加赏心悦目 更确保了其在长期使用过程中的稳固与耐用 因此 在选购包包时 我们务必留意这些细节之处 以免因小事大 女人应该学会更加关爱自己 因为金钱并不是通过一味的节省就能积累起来的 有时候我们会为了贪图便宜 购买一些价格低廉的衣服、鞋子、化妆品和包包 但最终却发现这些廉价的物品并没有给我们带来真正的满足感 反而让我们感到更加的不适和烦恼 愿你学会在自己身上进行投资 活出自己的精彩 好了 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 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 或者看后有所醒悟 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欢迎留言和投稿 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 学习别人的最好 遇见更好的自己 我们下期节目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